这次穿越日本东北之旅 从青森玩到仙台的路线也已经进行了一半 这一集我们计划从岩守县的山区 一路探险到工程县的海边 天气也从春天花开的风景 来到了初夏活力的气息 这真的是一个巨美无比的一个店 好美 今天我们同样是起了一个早 现在大概早上七点半左右 天气变得非常好 我们的青天娃娃有在做事 现在先准备去吃个早餐之后呢 就要出发 上一集我们从青森机场下机之后 看过了红泉公园非常让我震撼的樱花 参观了古代武士的房子 还参拜了湖水像镜子一样的浮沫神色之后 今天的旅游规划 我们会沿着沿守县好好玩一遍 去体验一下平安时代的贵族生活 把握春天的尾巴 在樱花树下野餐 晚上再住进一家风格非常精致的温泉饭店 吃完了早餐之后 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一站 江赤藤原之乡 这里的占地非常的大 然后他们就是把平安时代的那种建筑 然后全部复制在这里 江赤藤原之乡 它园区内的大部分建筑 其实都是为了1993年拍摄一部历史剧而建造的 但建筑的各项细节 都是以平安时代的真实原型去打造 当然也有一些体验的小设施 这里有体验区 来体验一下射箭 但最精华的地点 就是那座还原了当时贵族生活的传统豪宅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造景是相当的用心 然后后面可以让你换上他们古时代的衣服 然后在这里拍照 这里四周都种满了樱花树 也有好几个日式的造景庭院 我觉得每一个小细节都算很用心在还原 我们可以假装自己是贵族在家里闲晃 喜欢的话还可以让你换上贵族的服装拍照 每次参观这种像贵族的家 我最好奇的就是他们日式庭院会长怎样 就很好奇他们很chill的时候 他看的是什么画面 参观完我们一起吃了个午餐 我还是相当喜欢这种一餐好几个碗的套餐 预告一下 今晚的晚餐更是让我吃得赏心悦目 我一直有一个小梦想 就是要在樱花树下吃冰淇淋 达成 随着你看我衣服越穿越少 就是代表温度越来越高 也就代表樱花应该已经快要没有了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叫做北上展胜地 北上是这个地区的名字 然后展胜地 这里是票选百大赏银的地方 但是因为稳度的关系 所以下面有一整排樱花隧道 现在都变成绿叶隧道 我还是会带你们下去看一下 但是幸好旁边还有垂坠下来的樱花 还是可以的吧 我们先去看卖吃的 我一直有另外一件想做的事呢 就是在樱花树下吃串烤喝啤酒 我快要达成了 本来是像这样有两公里的樱花道 这些都是樱花树 现在是绿色隧道 加红色的花蕊 当这里樱花是盛开的时候 有几种参观的方式 当然第一你可以散步 第二你就可以坐马车 就像这样 我觉得这里全盛的时候 应该跟昨天那个樱花隧道会很像吧 可以期待看看 下次 下次一定啊 我一直觉得今天行程的最大重点 也是我最期待的 其实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入住的温泉会馆 随着路 我们回到昨天住宿点的附近 今晚我们入住爱珍馆 温泉会馆 我今天住在五楼 我觉得今晚的这个温泉会馆应该还不错 我目前只看到这小小的一个缝 让我们一起来开箱一下 我觉得蛮好玩的 现在是傍晚的五点 等下我们六点吃晚餐 趁着现在这个夕阳光 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里是我的玄关 那里有一个洗浴中心 这是一间很传统的日式房间 地板铺的都是榻榻米 旁边的橱柜打开是放床单的地方 房间正中央四个可以跪坐下来喝茶的茶几 桌上当然也放了茶具 他们还给了一个小点心 正面望过去有电视 衣柜跟小冰箱 在窗户旁边 还有一张沙发跟椅子 窗外不知道会怎么样 有点期待 窗外是刚才你看到我们过桥的时候的那个河流 我觉得电话里面看比较远 实际其实很靠近 把窗帘打开之后 看着西阳光照进房间 实在好温馨 介绍完也差不多 6点晚餐时间了 我们现在去吃饭 我这个人虽然不太懂美食 但对于用餐时候的器皿 餐具还有用餐的气氛 这个真的很在意 今天的温泉会馆晚餐 在这方面真的让我相当喜欢 首先桌上会放着一张今天的菜单 写满了今天从餐前酒 到每样配餐跟主餐的名称 眼前摆的满满的餐具 每个都细心挑选 秀色可餐 从材质到配色我都相当喜欢 导游还跟我说 他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 替换器皿的配色 这些小细节可说是打中我的心 让我这一餐吃得非常愉快 我回到房间了 说到温泉会馆 我今天住的这一间 其实非常的有名 不只之前有一个电视剧 在那里拍的之外 他们另外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他们的泡汤的地方 非常的精致漂亮好看 而且都是硫磺泉 多说无意 我现在就要去洗一下了 碍于隐私的关系 温泉的地方无法拍给你看 上一集我们泡过了一个 视野非常澎湃的河川温泉 今天这家的风格刚好恰恰相反 不能拍很多人 但是实在是赞 你就想像是像我今天坐在那里 看人家的日式庭圆的感觉 但是是泡着温泉看人 就差不多了 美好的一天 明天继续 早上醒来我才发现窗外的湖啊 原来后面还搭配雪山哦 现在虽然已经是四月中了 但是东北早上还是有点凉凉的哦 不过等一下出太阳的时候 就会是非常舒服的气候 今天的行程非常的丰富 早上我们先去看一条霹雳美的溪流 中午再参观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寺庙 傍晚坐上小木船 听船夫唱歌看美景 晚上才会跨进工程县 抵达仙台市区 哇这个通道五彩缤纷哦 很可爱哦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景点叫做延美溪 穿过这个道就到了 哇这个溪流的水蓝蓝的 然后水流很急 好美啊 延美溪是一条在岩手县 总长两公里的溪流 我们今天来看的是它最漂亮的段落 左右两边都是大岩石 加上清澈的流水 两旁还有樱花树跟风树点缀 四季到访都可以看见不同的风景 从这里走过去 那边看看 你看 这边就有很多大石头嘛 我猜应该是可以走到石头上 然后比较近距离的看这个溪吧 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我的观众 他送了我一个团子 感谢 从近距离就比较好看见溪流 时而湍急 时而平缓的样子 还有我刚刚吃的团子 其实是他们跟对面 大家称作飞天团子的店家买的 然后在看你是什么国家的人 送过来就会差什么国旗 很好玩 从严美西只要开15分钟的车 就能够抵达中尊市 藏在这个深山里面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寺庙跟园区 今天我们就是要走进里面 这是一座深藏在山林里的寺庙群 是来到沿手县旅行的碧丸景点 中尊市是一座历史已经超过千年的佛教寺院 创建的目的是为了悼念当时因为战争而死去的生命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叫做中尊市 那这个境内有很多个寺庙 但我现在要看的是一个最重要的叫做金色堂 佛寺的占地庞大 当中还包含了很多小寺庙 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座金光闪闪的佛堂 当然还有中尊市的本堂 进入建筑之后我们才能看到目前被重点维护的金色堂 可以看到它外观贴满金箔 加上各种工艺的点缀 造就它尊贵华丽的外观 金色堂也是中尊市创建至今 所保留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建筑 刚刚我们看的那个金色堂 它全部都贴金箔 一定要有一个东西保护住 本来是放在这个里面的 但是后来整修 又把它整个移到刚刚那个更好的一个地方保护 我们先在金色堂的周遭看看其他的小寺庙 接着再走向中尊市的本堂 我们先说环境 这里放眼看出去的每一个角落 它都弄得非常的清油 包括高高的树啊 枫叶啊 樱花啊 地上的湖水啊 倒影啊 非常非常的漂亮跟宁静 再来说它的建筑 这里每一个建筑它用的木头 它上面的雕花 它的雕像 它的铜像 所有的一切都是高规格的 非常的精致 走在这个波道上面 两旁 不是很高的那种山树 再不然就是樱花 再不然打在我脸上的倒影 全部都是枫叶 在门口穿越两棵 非常茂盛的银花树 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这里最主要的建筑 中尊市 本堂是中尊市全区最重要的寺庙 相比起金色堂 它木造建筑的外观 虽然也有精致的雕刻 但是依旧保持淳朴 本堂内供奉着一尊巨大的释迦摩尼像 内部挑高宽广又宁静 大家都跪坐在榻榻米上参拜 其实这些景点啊 你四季来都不一样的 像我们春天来有花就加分嘛 如果你秋天来有枫叶也加分嘛 你夏天来绿叶也不扣分 今天要去的地方 其实距离都不远 我们的下一站 尼比溪 我身后有一条溪 再高一点 有这个风吹的鲤鱼旗 我们下一个景点呢 就是要去坐小船 尼比溪是一条长大约两公里的溪流 两边都是悬崖峭壁 我们坐上小木船开始往内滑 靠的都是船夫手上的竹竿 图中会有一位会说中文的解说员 向你解释两旁各个奇言巨实的故事 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可以让你投避其福的赛前乡 都还来不及准备 自然是投不进去的 小船一直滑到底会来到一个沙洲 尼指的是湿子的意思 因此尼比溪指的就是湿鼻子的溪流 来到溪流的最深处 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长得像尼比的岩石 我们划了大概半个小时进来 现在要去看这个大石头 那一个长得像狮子鼻子的石头 我想我们的想象力应该都还有待加强 但是图中的美景 那确实都是漂亮的 它们真的很有梗 在那个下面啊 卖了很多这个石头 上面印有字 那看你想要得到什么 你就挑 旁边啊这里有个洞 如果你投的进去 你就会得到 投的进才有鬼 我们团有一个人投进去 所以当作它是代表 大家都得到的 在船夫的歌声下 我们结束了行程 准备开往仙台市 今天会住进一间很欧式的饭店 你可以看到从外面啊 我们的这个房间呢就是一种比较欧式的感觉 这个窗外呢就是仙台的市中心 还有它的夕阳 其实这间饭店我之前来仙台的时候就有经过 因为它的存在感很强 我一直很好奇 今天这么巧我就住进来了 我们今天住的饭店呢 步行到这个仙台最有名的商店街 其实非常的靠近 在吃饭之前 我又来到这个经典的角度再看一眼 我已经想好我今晚要吃什么了 你们知道的啦 三年没有吃 今天是旅行的最后一天 但是今天呢还是有安排行程的 现在同样是早上七点左右 我们先吃完早餐之后呢 就开始今天的活动 因为是早去五回的班机 所以旅行的最后一天 我们还能够完美的排进两个工程县的闭丸景点 今天依旧阳光灿烂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景点叫做 研造神社 同样也是要走一个很多树木很多叶子的小步道上 研造神社坐落在工程县离海很靠近的地方 同样也是有着千年的历史 是一座祈求海上平安 丰收成功等等的神社 除此之外 神社内还有几棵非常厉害的樱花树 在这个研造神社的区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东西 就是它的樱花树 因为平时我们看到樱花 如果你去数它的花瓣 可能都十个以下啦 但是这里有一款樱花呢 它的花瓣可能五十片以上 就在旁边这边 而且我们非常幸运还看得到 但是你可以看到啊 刚刚外面的那个樱花树 其实都算小朋友啦 真正厉害的是旁边这一棵 最大最老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樱花树 现在风一吹 花瓣正在飘下来 哎呦怎么好意思呢 花瓣吹到我袖子上 哇 我觉得这个神社给人的感觉又很不一样了 虽然它还是历史很悠久 但是可能因为它红红的吧 加上上面这些金色的地方啊 又保护得很好 所以给人一种很贵妻的感觉 参观完了寺庙 接着我们往不远处的海湾开去 那里是我们的下一个景点 被誉为日本三大民警之一的松岛 我们今天要参观松岛的两个景点 一个在海上 另一个在岛上 我们先从海上的开始 那这边的玩法呢 就是我们要坐上我身后的这个船 然后我们要出海 看这个松岛 上面两百多个岛的样子 我们抱船 松岛之所以有名 是因为在松岛湾 原本平静的海面上 硬生生就凸起了很多大大小小 共计260个奇形怪状的岩石 刚出发时 从远处还看不出端倪 近看才发现 原来岩石上都长满了松树 分别是黑松和红松 刚才看过的各个小岛当中 有少数几个是可以登岛参观的 而其中一个就是被列为 重要文化财的五大堂 在前往五大堂之前 必须先跨越一条 尖细很大的红桥 一定要走得很小心 话说是要各位信徒 在参拜时注意自己的严形举止 也因为寺庙内供奉的神明为五大明王 因此才称为五大堂 这个建筑啊 从1604年就在这里到现在 它本来上面是有漆有颜色的 因为每天被海风这样吹 然后时间的洗礼之后呢 你看只推剩下木头原本的颜色了 五大堂的大门每隔33年才会开放一次 下次敞开的日子是2039年 我想大家可以开始相约来这里碰面了 我们今天的午餐就是在松岛对面的浪漫亭吃饭 松岛另外一个有名的产物就是牡蛎 把今天的海鲜牡蛎午餐吃完之后 我们就要准备开往仙台机场了 好了我已经到仙台的机场准备飞回台湾了 这次第一次的日本追樱花之旅 我自己是觉得相当相当的成功 看到很多很美的风景 那如果你想要跟我玩同样的地方 或者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行程的话 连结都在下面的文字栏 拜拜日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他们这边的鱼看到你人过来啊 全部都挤过来的 喂的超级胖 吃吧 你们看看这个枫叶 要是秋天再来一次啊 OMG 这边就有一棵先给你们preview一下 到时候秋天的样子 吃完了饭 我现在决定要去下面看看 你看前两天我们住的温泉会馆 四周围真的都是山区 这个你刚刚从窗口我看到了 它下面有一些小人家有一些小店家 我们去探险一下 看到一个有趣的 它牌子上面写手汤 我不是很确定 但下面有一个这个 石盆 水一直在流 是温的是让我泡手的吗 对哦65.3度的温泉 而且这里是硫磺泉 真的怪不得泡完 鱼谷 确定是硫磺泉 没有错